待会9点钟台股就要开盘了 大家非常担心会不会受到美股重挫影响 我们先来看两大的因素 疫情延烧 加上拜登经济法案受阻影响 所以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一全面重挫 全面的下跌跌幅超过1% 之前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曼清他表态 说他不支持拜登1.75兆美元法案 投资人信心不足 所以纷纷卖股票了 道琼公益指数大跌433点 跌幅达到1.2% 那斯达克指数同样下 标普500跌幅1.1% 所以交易员说了 一旦假期之前股市交易量下降 那么也加速了这一股的跌势 所以看到了是在美股的三大指数 全面跌幅超过1%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这一股的跌幅是最后一股的跌幅 好